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满风在月光下环绕 落在你扬起的嘴角 面带羞涩微笑 谁先开口好 也许我会有些吵闹 不想气氛变得无聊 喜欢是很奇妙 心动又不肯宣告 厚历是闯进夜空的流星 听萦绕心海的声音 不期而遇 对的时机才搭配勇气 好爱不需要任何说明 你是我奔赴的意义 关于你的明天和心情 会慢慢由我占据 好爱快你总是不明白 我是希望为你真心而爱 足够期待 星光落入满怀 我是 Почему� personne 是 것을驱醒的 跟请萧茜 您让你看ada 你的自己人 你看到于您能够 爱不应 trzeba 简单姐姐 你家门上贴了张纸 借款 这块羊纸玉不配丝绸 用这块红玉吧 好嘞 这要求 这么刺激 少爷 行 我说 您真不准备 见见那个新来的丫鬟 不见 谁招来得让她见谁去 可是 这没有可视 再认话不奏样 少爷 这人可马上就到了 丫鬟就丫鬟 我行长短 从头再来 沈楠楠 你可以的 你 少爷 你好 我是新来的丫鬟善丹丹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少爷 少爷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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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这都是 姐姐 闹鬼了 闹鬼了 小姐 少爷 少爷 要洋是那先 怎么是你 站着 你这个女流氓女强盗女骗子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回公子又来了 回公子 回公子来了 来来来 里边住 里边住 这篇一端 先回来 有点小雅 你先要一个人 给你从警官 好 来 来 来 找什么 来 你抓紧啊 来 来 来 赶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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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赶紧啊 来 赶紧啊 来 赶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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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事情 今天干过了 呦 裴公子来了 这两桌酒钱都算我账上了 瞧瞧人家裴公子 天天请你们喝酒 还不快谢谢裴公子啊 多谢裴公子 吃好喝好啊 那您慢逛 这裴公子天天请客喝酒 自己还不玩 和田三等 共三起 四 黄龙三等 静儿起 两 难御三等 肿头二起 四 我们这篇篇啊 可是几陪和上一人家 天纵奇才的裴老爷亲手所雕 您看看 雕的这细节 哪儿来的女骗子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当然了 您看看这颜色 看看这水头 再看看这雕工的技艺 别看现在苏玉萱 压着起陪格一头 那想当年那起陪格 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呀 而且 只有这裴老爷 才能拿到如此好的物料 您再仔细看一看 王公子 王公子 你看这玉的橙色 陈家也好想要 花店姑娘喜欢 喜欢 那王某买来赠予姑娘 谢谢王公子 这位 是 不重要 您可否把这块玉配 让给王某了 您放心 王某一定不会让姑娘吃亏的 谢谢王公子 谢谢王公子 陈家真的好喜欢啊 不瞒公子 这玉配是我过世的未婚夫 留给我唯一 妮娜好 谢谢王公子 喜欢吗 喜欢 真好 看这玉配多好看啊 听说这儿 有好玉可卖 您哪位啊 走错了吧 刚听这位姑娘说 她好像对起陪格 颇为了解 不过我怎么觉得这玉配 她不就是一个 你干吗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 这玉配我买了 花店喜欢 我高兴 走 花店 别让我再看见你 公子慢走 神经病 这位公子是不是走错房间了呀 没有啊 我就是来找你的 我让丫鬟收拾一下房间啊 不用了 我不介意 这隔壁的春雨姑娘啊 那舞跳得也比我好 这曲儿还唱得多 要不我找她来伺候你 什么春不春的 我根本不感兴趣 我关心的是玉 既然有送上门的买卖 这钱不赚白不赚啊 这位公子 您找我就对了 来 我一看您啊 就是爱玉懂玉之人 您看这玉 您看这颜色这水头 大有赖头 这是起陪格签 打住 这玉佩 这玉佩呢 我可以买 而且你有多少 我就买多少 好嘞 不过呢 这里毕竟是一个驿馆 你要是把我伺候舒服了 这后面的事情 咱们都好商量 你要干嘛 你跳个舞吧 跳舞 我新来的不太会跳舞 刚来的没培训好就出来了 把杨妈妈叫过来 别别别 您别什么时候都找杨妈妈 不好 跳 小骗子 看你能撞到极实 你懂徒子 你到底想干嘛 我真跳啊 跳啊 别别别 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 那个 你还是别跳了吧 真是 那 唱个曲儿吧 唱曲儿 舞不会跳 曲儿也不会唱 看来我真得把杨妈妈叫过来了 别别别 我会那么一首 哪首 万恶 银来首 杨妈妈 这边有个人她 杨妈妈 都跟你说了小声点 嗯 不许笑啊 算了算了 那你 推个吧 你看 鱼大批的过客 不好 别许笑 哎呀 是 我 是 哎呀 快去快去 回复是又来抓人了 是啊 怎么 要我帮你拖吗 我 我告你 这可是艺馆 不是青楼 我们卖艺不卖身的 你又不会唱又不会跳的 算哪门子的艺女啊 本姑娘 不臭你了 去 但是我 你又不觉得 我 你可能会发生 什么呢 你不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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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的 这个南红玉琢 就是凋废了的刺品 还有这个簪子 这根本就是甲玉 一股繁金味 还说这是好货 你 你看不上就看不上 人家说这么多干吗呀 看这个手艺 应该有苏玉萱 没有卖出去的刺品吧 敢把这些东西 卖给本少爷 你骗错人了 我 说 是不是苏玉萱派你来的 别让一下 你真 不是跟苏玉萱没有关系 我就是 卖点这个赚点小钱 好了 我知道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大人有大量 不跟小女子 一般见识 嗯 老夫人 在楼上呢 你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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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别说你别说你 你别说你别说你 少爷 你好 你好 少爷 不是你大喊大叫什么呢 你就怕全世界都不知道我在这儿是吧 我在门口 看到老夫人了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呀 赶紧走 少爷 来 还呀 少爷去哪儿啊 少爷来不及了 来啊 你让开好不好 哎呀 这来都来了 你快 你给我 我 你给我 你给我 少爷 不是刚刚想听我唱小曲呢 那我唱给你听啊 松开我啊 把他给我拉开 你你你放开 放开 我不 你给我松开 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放我走啊 买了 来不及了 少爷 快 十两银子给他 五十两 五十两你怎么不去抢啊 哎呦 我的小好轻轻啊 是有人过来抓你 你说你走啊 我怎么办啊 哎呦 给给给给给 别张了 别张了 别张嘴巴 给给给给 给 谢谢少爷 别让我再看见你啊 你 少爷慢走 早点跟我说啊 走走走 你不知道啊 少爷 我发现老夫人 我就立马跑过来了 少爷 跟会儿靠谱 你很靠谱的呀 谁想看见你啊 老夫人 少爷可没收过这种气呀 没想到啊 有人替我收拾她了 这个丫头啊 有点意思 像您年轻的时候 出生牛犊不怕糊 这浴室在哪儿 糟了糟了 姑子没事吧 好 哪儿她的野啊 没事 狗龙不长眼吗 你说谁不长眼哪 我告诉你 这可是启陪阁进贡的首饰 装坏了有你好看的 你可知 你壮大的是启陪阁的家主 你 你是裴楚风 你既是裴楚风 撞坏了次家的首饰 零比我更着急才是 现在还一副 趾高气昂的样子 纵容自己的跟班 虎一个小姑娘 是何道理啊 你 你不想干了是吧 无所谓啊 少了我 是你们裴家的损失 你 你 你站住 勇敢 客班你别起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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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展规 结账 丹丹姑娘 这么快就销唬了 上次的玉坠卖出去了 看来这次赚了不少吧 赚多少也跟你没关系 我只按定价交接 算一下吧 行 我给你算算 我问你啊 最近什么月销量最好 红玉 和田 月销量都特别棒 你比如说这个红玉啊 这质铁 肥肠 等等 这 谢了啊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 又去换满楼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多危险啊 好了 姐姐 掌柜的刚给我涨了月银 你拿着 去买点好吃的 我说这苏玉萱可真大方 不过我都长这么大了 不能要姐姐钱 姐姐 你楼中还点好吃的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姐姐的月银不给你花给谁花 你等姐姐再熬一阵子 月银还能再长呢 苏玉萱真好 我也想来 不行 我舍不得你吃苦 淡淡姑娘 散好了 姐姐等我一下 还差 六十两 来 来 正好 姐姐 听话 赶紧回去 以后可不许再到处乱跑了 那我走了 那 丹丹 苏玉萱这种龙瘫虎瘦 姐姐一个人就够了 绝不能让你再涉险 小掌柜 我拜托你个事呗 我想来苏玉萱做监狱师 让我干什么都行 哪怕你不能帮我谋到什么职位 只要给我一个引荐的机会就行 哪怕你不能帮我谋到什么职位 只要给我一个引荐的机会就行 只要给我一个引荐的机会就行 这冬至的拍卖会啊 我叫公子回去 我可以带着你 到时候啊 就看你自己表现了 好嘞 小掌柜 我说你人真好 一定多福多寿啊 那我走了 走吧 少爷啊 你有没有想过 这石榴是拨不开的 少爷 您这是怎么了 别提了 流年不利 阿六 少爷出门我不便跟着 你是怎么照顾少爷的 我有什么办法 难不成我打女人啊 女人 此事 不许再提 你 笨死了 什么事都干不好 少爷 可是又去画满楼了 怎么 现在都开始打听我的私事了是吗 少爷又拿摧柳开玩笑 我哪敢打探少爷的私事啊 老夫人转的这金山银山 还不都是为了让少爷过得快活 再说了 少爷出去耍乐 回来我还能伺候少爷 不是 谁让你坐这儿的 我看呀 是你想让他把你娶了吧 老夫人 娘 您怎么来了 一个丫鬟 说话做事 如此地没有分算 没有规矩 看来我是得重新 找一个人进来了 老夫人 我错了 我就是为了让少爷开心一点 您别赶我子豪 佩儿 今年的斗鱼大赛 你还是不参加吗 不参加 娘 我对玉呢 不懂不了解 也不感兴趣 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娘 你要是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出去玩了 阿六 走 佩儿 佩儿 娘话还没说完呢 少爷 佩儿 莹莹燕燕 吴儿 好像是将来 我每天呀 变成矩 我複眼 有!". 正常 underlying 陪他少爷 这么多年对治愈刁豫家族生意不闻不问 今儿个怎么来了兴致 倒是与你无关的场子来了 一来呢 找点新鲜玩意耍手 二来呢 想想你想要的东西 杀杀你的锐气 小小起陪格实力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那拭目以待吧 少爷 回头啊 小小贵 丹丹姑娘 这边请 我给你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这里啊 一览无余 苏公子没来呢 苏少爷 上面呢 怎么又是这个家伙 丹丹姑娘 你可以代替苏玉萱叫价 但是如果看走眼价格高的话 钱得你出 没问题 我都做好准备来了 行 少爷 你看那丫头旁边 是不是苏玉萱的人啊 果然是苏家的人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一会儿跟着他竞拍 给他个教训 好 一定要赢啊 好 交给我 来 好 好 好 各位贵人 各位老板 感谢今日 力临比赦 拍卖 现在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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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剑宝器乃是雀丝翡翠卓一队 起拍价一百两 一百两 大家千万别嫌贵 您看这光泽 这橙色 可是百年一遇啊 就看哪位公子慧眼十珠了 一百一 一百二十两 一百五十两 一百五十两 这位公子一百五十两 机会难得 几十一剑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一百五十两一次 一百五十两第二次 一百五十两 成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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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剑宝器 来是和田玉碰一枚 和田玉碰一枚 各位公子 和田玉碰 在日常搭配中的重要性 想必 这和田玉碰有光润体统 是精爆 这块玉碰无论是从料 还是雕工 可以说 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这个好像还不错 今日起拍价 只要一百二十两 各位公子 还在等什么 一百三十两 一百三十两 一百四 这位公子出一百四十两 一百五 这位姑娘出一百五十两 一百五十两 一百六十两 一百七 一百八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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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一百八十两第一次 一百八十两第二次 一百八十两第三次 一百八十两第三次 成交 好 好 恭喜这位公子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恭喜啊 真是个特别 好 接下来第三件宝器 乃是老坑白玉 镂空雕百剑 起拍价二百两 二百两 真是个精品 二百三十两 这位公子说 二百三十两 二百四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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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五十两 还有没有更高的 我看看 二百五十两 二百七十两 你看 这个怎么样 他要是拍的话 你就跟 青天粉小人 二百八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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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八十五 好嘞 二百九十两 三百两 三百两 这位姑娘说三百两 三百二十两 三百五十两 四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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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更高的 等等 等等姑娘 这拍卖会要老劲 别动气 四百两 还有更好 还有没有更高的 四百两第一次 四百两第二次 四百两 四百两 成交 少用大刀 恭喜这位公子啊 恭喜恭喜 不着急 接下来 给大家介绍 第四件玉器 真不错啊 乃是金香同信玉所 是啊 起拍价八十两 真的不错 是啊 一百两 这个公司出一百两 一百一十两 一百一十两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一百三十两 一百四十两 一百四十两 这位公子出一百四十两 一百四十两 一百四十两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一百五十两 一百五十两 这位公子一百五十两了啊 一百六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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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少爷少爷 你看那上面 公司的肚子也太痛了 少爷你看到没啊 少爷 许多我看得见了 一百七十两 一百七十两 这位公子出价一百七十两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一百七十两 一百七十两 一百七十两一次 一百七十两 一百七十两 这儿竟然有 光泽度这么好的白鱼 一百七十两 这儿竟然有 还有没有更高的 这个值多少钱 现在出到一百八十两了啊 一百八十两 千两都不高的 一百八十两 真乖 不够有点奇怪啊 还有没有更高的 这其他人怎么都十两十两 这位公子出到一百九十两 他没有少人的眼光啊 这也很正乎 现在一百九十两了啊 现在金香同心御所 八二成不散 出价到一百九十两 就轻了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一百九十两一次 流光易彩啊 对啊 一百九十两 第二次 人家不会看错 出手 好嘞 现在出到一百九十两 二百两 二百五 三百两 三百五 三百八 四百两 四百二 四百五 四百八 五百 五百二 五百三 怎么样 五百五 六百 我不要了 成交 恭喜 桑英人成功了 好厉害啊 恭喜这位公子啊 恭喜 恭喜恭喜 好 真 你看看 你看看 少人 真棒 好 好 花了溜他们又买下 这不多不过呀 就是啊 接下来要拍卖的是 美翠玉石吊坠 大家仔细看啊 这位女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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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是色泽 材料 都是属于上品的商品 不对啊 这怎么跟刚才光泽度 都不一样啊 怎么回事 少人 这个不值六百两 这位多二百两 五百五十两 好 来 今次功德出道 小骗子 是不是你搞得快 您家大业大的 该不会不认账吧 就是家大业大的 就是啊 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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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舍我来买呀 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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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六 这位女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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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摆件稍后送到您府上去 真是好眼光啊 看走眼了吧 站住 你究竟在那个玉器上 动什么手脚 我能动什么手脚啊 就是动得动 脑子 今天不说清楚 你哪儿都别想去 干嘛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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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你个小家都骗 站住 让开 让开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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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去吧 我知道 你拿毛巾去 好好好 拿毛巾 让少爷你等我啊 苏公子 苏公子 我是刚刚让你对家吃瘪的那个 是这样的 我想来苏玉萱当监狱师 我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的 你该找掌柜的 我找过了 但她跟我说她做不了主 苏公子 这是我这么多年的销售记录 以及每个客户的喜好 还有我对全城律师行业的竞争情况的一个分析 我还认识很多关乎人家的丫鬟 所以对这达官显贵的喜好十分了解 我做了很多年的准备 请您给我一个机会 姑娘我问你啊 四进八成的大型玉器店 你可曾认职过 那你祖上有什么独门的记忆 或者你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收获方式 我是说特殊的 可爱啊 少爷 说到监狱师 咱们店的元老 王师傅的儿子 他也想做监狱师 要不您看 明天聊聊呗 好嘞 苏公子 你再给我个机会 别白费力气了 像你这样的三无人员 根本不配进我们苏玉萱 更别提做监狱师了 你还是趁早死心吧 好 像你这样的三无人员 根本不配进我们苏玉萱 更别提做监狱师了 站住 你这个女流氓女强盗 就骗子了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你看什么呢 怎么不说话 事先不是挺能说的吗 继续啊 怎么 当哑巴了 不是我发现 你这个人怎么 怎么这么奇怪呢 不是 你 干 干嘛呀 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 我明明这么努力 这么勤奋 可为什么大家就看不到呢 我只想做一个监狱师 可为什么就是不行呢 你告诉我 你干嘛动手动脚的 我什么都没干啊 你可别讹我 好男不跟女道 去年不给你算账 我改天再来收拾你 李嬷嬷 我先去 找到这个女孩的家 写一张 招聘告示 贴在门口 告示上写 启培阁 招聘监狱师 不 招聘丫鬟 快 是 夫人 这要求 这么刺激 哎 早安 忙着吧 姑娘 你是 应聘的 这个 往哪儿走啊 行了 忙吧 这启陪阁在云翠城的玉石界 只能屈居老二 这气派可真是挡不住啊 这铺个路 我 多要用玉啊 我们裴府这是进贼了吗 您是启陪阁的少夫人 像吗 我这气质这么明显的吗 不是 不是 我们只是裴府的丫鬟 丫鬟 咱们都是丫鬟 那以后就是同伴了 幸亏 幸亏 谁要跟你做同伴啊 我现在是丫鬟 以后可就说不定了 吐包子 姐姐 我说你这红衬配绿板 这黄皮配一个粉唇 穿个衣裳 还把肩膀收这么窄 不知道显脑袋大呀 你说什么 你卡粉了 你个贱人 吵什么 你是来应聘的善丹丹吧 嗯 老夫人已经在等你了 跟我走吧 嗯 老夫人 老夫人好 这音频要求我看过了 虽然不太理解 也不想承认 但是 这简直就是我的自我介绍啊 不过吧 不过什么 不瞒您说 我觉得呀 女子不一定非要干这 伺候人的活 其实我一直 想做一名优秀的监狱师 你既是想做监狱师 又为何接下我这招丫鬟的启事呢 我要是不接下来这个的话 怎么还站在这儿跟您聊天呢 果然实诚 那你跟我说说看 在你心目中 怎么样的人是监狱师呢 这优秀的监狱师啊 应该是 是 实语 董御 承御 消语 向达官显贵巧言多消 维护关系 老夫人 您看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销售情况 和各种客户的需求 以及我对全程玉石行业竞争情况的分析 看来你这个丫鬟 不是非要不可了 说了半天 还是丫鬟 此丫鬟 非彼丫鬟 丫鬟就丫鬟 我行长胆 从头再来 沈丹丹 你可以的 少爷 怎么是你呢 怎么是你呢 灯徒子 小骗子 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是老夫人清点的丫鬟 真不知道你在得意什么 我是启培哥的少爷 疼 跟我走 好 我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是风向吻过你侧脸 也许是呼吸到你的特别 困在你的身边 远比全世界惊艳 想到影又遥远 与贴记忆又重叠 陪伴着一天天 一岁岁一年年 偶尔脸一色年 荡起了在睡眠 许多心事无言 你却听见 想到影又遥远 又贴记忆又重叠 陪伴着一天天 一岁岁到遥远 那故事的情节 陪你争气读言 傻傻闹闹 繁华开成情点 也许是风向吻过你侧脸 也许是风向吻过你侧脸 也许是呼吸到你的特别 困在你的身边 远比全世界惊艳 想到影又遥远 又贴记忆又重叠 陪伴着一天天 一岁岁一年年 偶尔脸一色年 荡起了在睡眠 许多心事无言 你却听见 想到影又遥远 又贴记忆又重叠 陪伴着一天天 一岁岁到遥远 那故事的情节 陪你争气读言 茶茶闹闹 繁华开成情点 作词 李宗盛